很多的社會重案 当警方办案碰到瓶颈的时候 会去请求神明帮忙 那么您有想过吗 如果当神明遇到问题 他该怎么办呢 原来神明会自己去找人谈条件 这说起来也蛮悬的 这是住在台中的魏先生 有一天晚上 他就莫名的梦到了一尊神明 但是只有神像也没有说要干嘛 这个魏先生他心里面纳闷了好久 直到这一天 他去中部的寺庙来表演参拜 终于找到答案 当时在正殿参拜的时候 这个魏先生 他就不经意的往旁边一撇 结果发现这一尊技工神像 怎么满眼熟的 突然间他一个念头闪过去 那不就是在他梦中出现的神尊吗 慎重起见他就过去拐龟 没想到一连三个险灰 那么接下来他该怎么做呢 在当天晚上他又做梦了 技工说他长期被冷落 想要离家出走 这有听错吗 对我们来跟我们支持说 有时候要来找我们 他就是梦到有一个师傅 然后他对着他微笑 可是他就是梦里有出现那个庙的情境 激动师傅为什么找上门 我爱的是你 爱去把我的神尊去刁鞋回来这里 逛逢因为他在那个庙子 没人中事 因为他不是正典的神秘 又要叼神尊又要供奉 难道技工师傅想要跳槽吗 一场庙会舞师的表演 卫生风找到了梦中的技工 他能帮师傅完成离家出走的心愿吗 最后我们也是跟全东大师傅的廟 来跟妙方说到这个既既的事发生的时候 希望妙方可以用这个神尊 妙方我们来请回来给我们共同 妙方根本就没什么要相信了 这下惨了 妙方不放手 该怎么办 结果到师傅又办事的时候 我们师傅才告诉我们 既然妙方如果没有要请 就叫我们去狭窃这个神尊 狭窃一模一样的时尊 这个神尊要在他那里来开工 然后又请到他的灵志 他要回来我们的生人会 要回来救世 这下季工师傅可开心了吧 接下来他得好好的大展神威 帮助信众解决 疑难杂症 人家自己用一用的 都没太好嘛 对 问世当天信众 彭小姐特地带着女儿 来给寄宫师傅瞧瞧 小朋友怎么了吗 因为小朋友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都会大哭 然后白天也是 然后赫奶奶都会 赫奶奶都会吐很大的奶 医院带回来之后隔天就出状况 就开始大哭 哭闹 带回家救出状况 发生什么事 这部分因为家里有不干净的那个 所以在吵他 所以让他导致他没办法好好的睡觉 然后让我们也都很辛苦这样 真是好兄弟缠上小朋友吗 疑问之下 不得了了 发生过家里有事的这样 对 租来的房子究竟藏了什么 不能说的秘密 生病过世的 不知道是什么病 然后是过世的 对 一开始都不知道 大人住的安心 小朋友确实夜夜大哭大闹 是好兄弟开玩笑吗 得请寄宫师傅帮帮忙 没问题 井老师 干梅后美中跟它做都没问题 满车 无好 阴阳解不开的难题 终究得求助神明来解决 一如激同衛生風 在夢境中開啟 他和濟公師父情緣的 竟然是因為阿公 回天乏術了嗎 蓋來的躲不掉了 人生最難的課題 生離死別 但在衛生風內心深處 依舊期盼著奇蹟出現 那晚我們回辦書的時候 這個師父跟我們要求 我有辦法讓阿公 多多五年的時間 多麼熟悉的一句話 衛生風的思緒 拉回了打坐的那一天 濟公師父曾說 他可以幫阿公延寿 但衛生風得把濟公神尊 請回家供奉 而且要當他的代言人濟世 緊急時刻衛生風沒多想 他決定賭一把 只要可以跟我們阿公叫 我們願意將這個神尊 要請回家供奉 一場人神的交易 會蹦出什麼 不可思議嗎 今天真的很記憶 這個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阿公既然有辦法 在教後北方 經過一年的時間 七天而已 那當天的跡頭 我去看他的時候 已經轉出來普通北方 更讓他難以置信的是 我們阿公既然有辦法自己 不要去看他 走去便宋 一切的不可思議 究竟該怎麼解釋 是神助還是奇蹟 沒人說得準 不過衛生風遵守夢中約定 找到了神尊 也請回家供奉 直到五年時間一到 阿公安祥離世 但有一件事他始終抗拒 到阿公不去的時候 那段我就想說 阿公已經走了 我有一個段時間 差不多將近有兩年的時間 我也非常替起 我就想說 我答應你失明的事情 但是阿公也已經走了 我就不需要 就是去照理所說的 去替你做 當初跟神明的約定 衛生風一度想落跑 沒想到這回 換他遇到了大災難 人家的阿公 那時候我剛開肚 開肚 蓮蓋四十 那時候好像 秋實中間十三點鐘 那時候說得比較疼愛的時候 就是秋實出來第二天 就是終於沒效了 當晚季公師傅出現在夢中 我告訴他 只要你讓我身體好起來的時候 我的願意去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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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 那我會順教 舒服你怎麼幫我採採 我就怎麼去做 這就是任務的衛生 來找到 土花 土油這間館的桂林 衛生風說 經營宮廟不容易 當初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 是陣頭表演 後來幫既宮既室 神明不但找到貴人幫忙 也讓這間宮廟漸漸步上軌道 不過有一次問世的時候 季公突然莫名說了這句話 師父跟我們說 有空的時候要回去主廟拜拜 要拜大師父 當下他直覺肯定有事發生 真的很神奇 就是回去看到 他的手上的扇子真的不見了 更離奇的是 廟房就說 怎麼可能扇子會不見 後來我們請廟方來看 看的時候他就是 有寡筊 結果就寡三個有三個聖筊 季公手上的扇子 是他的法寶之一 據說每到關鍵時刻 他總能發揮巨大的威力 也難怪寶扇不見了 大師父可是心急如焚 就是請廟方來見證 然後我們買了扇子 就是請廟方見證說 可不可以放 就是把那個新的扇子 就是放回他的手上 後來不然就真的三個心筊 然後廟方才同意我們放 一場夢境連結一段人神情緣 一個續命的約定 成就他與神同行的日子 衛生豐從沒想過會吃神明飯 既然開啟這條路 他堅信會越來越好 越走越順暢 臺灣大事不堂半月的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臺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臺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臺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臺灣董 您的家就只有我們 最新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棒未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